长相思热播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男二号邓维饰演的屠山井人气爆火 直接碾压男主角张婉毅 瞬间涨粉百万 成为新的话题小生 孤独有偶 在这之前 他和张婉毅被扮人评为内娱四大普男之一 直到这一次 邓维因为角色忽然爆红 其实28岁的他才出道三年而已 尽管作品不算特别多 但也曾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而且深巴之下 便会发现 邓维的代曝是有理由的 一 新晋古偶小生 被炒普男 邓维在长相寺中饰演的男狐狸屠山井 首先在资源上是优势的 因为前期的剧情中 与女主小妖的互动最多 也因此得到了CP粉的追捧 而她本人的长相很有辨识度 加上演技也没有拉垮 所以将绿茶男狐狸的形象 诠释得十分到位 甚至也得到了书粉的认可 尤其是在塑造男打几的状态上 邓维每次出现都是眼圈翻红 委屈巴巴 一脸无辜的 简直就是绿茶本茶 人设方面 相比男主角枪炫打着爱的幌子利用小妖 胡山井却毫无原则地占女主 简直可以分分钟碾压男主 顺利上位 也因此 邓维逐渐成功洗脱了以往的普男标签 逐渐出圈 邓维于1995年 出生于内蒙古一个普通的家庭 父母都是普通职员 但房间传闻 其家庭属于中等偏上的条件 虽然跟圈内的富二代没法比 却也不会缺钱 自小他便开始学习跳舞 还曾经多次参加舞蹈比赛和演出 2014年 他以低纪律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 主攻古典舞和民族舞 和男演员张星成是同班同学 期间 便开始接触话剧 舞剧和音乐剧的一些演出 逐渐积累了表演的经验 除了有辨识度的颜值之外 邓维1.83米的身高也是个优势 尤其是在长巷四开机时 他也在一众男演员中格外引人注目 出道之前 他似乎做过一段网红 根据网友申巴邓维的古早图会发现 他早期的打扮和造型 是走匹帅路线的 很有风格 邓维的长相属于一种高冷的帅 因为头身比例合理 加上高鼻梁 霸眼睛以及明显的下颌线 整体感觉其实颜值没有太多硬伤 加上之前演戏的滤镜 有粉丝称他可纯可欲 但可能由于身高和气场的原因 本人确实有一种生人物镜的感觉 也正因如此 邓维确实比较适合古偶剧 装扮上会有一种飘飘欲鲜的疏离感 但是在时装剧中 邓维的优势可能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因此这也是他被评为普男的原因之一 二 撞脸肖战 却引起争议 相比早早就未出道做准备 且很快就迎来关注的同学张星成 邓维直到2020年才被导演发掘 参演了古偶剧《玉龙》 饰演了男二号《雪千寻》 当时张星成还曾经发文力挺邓维 足见两人关系不错 但是几乎全部启用新生代演员的古偶剧《玉龙》 开播之后的反响却并不好 甚至日后还成为了男主角王赫帝的黑料之一 整体特效也只值五毛 且剧情还遭到了网友的权力吐槽 因此 最终导致该剧以3.6分的平分草草扑街 尽管邓维在其中的表现看起来比王赫帝要好一些 因为饰演的角色走的是仙侠霸总路线 所以避免了齐演技方面的硬伤 基本上以冰块脸的造型就可以过关 但是 他因此获得的红利 却并不足以被观众关注到 不过 那之后邓维的资源却跟住了 年底又在电视剧《我是岁月你是星辰》中 出演了男三号前程 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 齐演技的进步 而且这个人物有自己的感情线和成长故事 虽然没有太多水花 但看过的观众绝对会留下印象 去年 他在古装剧《潇洒家人淡淡庄》 出演了一新助推女主角《思演搞事业》的系统君杰克 尽管庄校和如今的长相思中 没有太多区别 但由于人设实在是不错 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怒赞 看到这里 其实就大概能够感觉到 邓维虽然出道不久 但是在演艺事业方面的规划 是系统且专业的 尤其是在选角色时 绝对是下了苦心 或者有高人指点的 因此接下去的发展是否会大爆不敢保证 但是只要按照这样的路线走下去 绝对不会错 不仅如此 刚有了一些热度的邓维 还多了一个壮脸肖战的营销点 甚至还因此多次登上热搜 不过 这个营销策略也有风险 毕竟会被对方的粉丝怒对 甚至是抵制 而除此之外 邓维也在尚未获得太多关注时 就因为小排大傻的词条上过热搜 那是去年9月 在某机场 邓维出现在电梯口 现场只有一些粉丝在秩序良好的拍照 却被他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询问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不仅如此 他还直接伸手阻挡粉丝们的手机 并且还在上电梯后第一时间关了门 一副有点嫌弃的样子 事情发酵之后 该工作人员出面回应称 自己是害怕特殊时期聚集不好 因此影响机场的秩序 并表示实在对不起 为自己的行为向大家道歉 不过 网友显然对这段道歉并不买账 甚至直接怒对 人多 认真的吗 而且 不久之后 这位工作人员便被扒出并非出饭 之前还在社交平台辱骂过其他艺人 而邓维在其中并没有做什么 所以此事逐渐平息 但很快 他又卷入被余政内涵的负面事件之中 路人员再度收到考验 三 被余政内涵 却资源不断 同年11月 有粉丝跑到著名编剧余政的社交平台下边 安丽自家偶像 却不料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余政随即回复 伺候不起大牌 之后更接着留言称 叫他是个戏也不是 随后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邓维自2018年 便开始为入圈做准备 可能当时试的戏是余政的离歌行 不过不久之后 邓维的粉丝便出面证实 称当时他还是素人 且在国外 根本不可能是余政口中的耍大牌的男艺人 余政在看到之后 又接着回应称 可能我记错时间了 但人不会错 最终 此事当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告了一个段落 到了今年 邓维便一直处于罢品状态 出演的古偶剧众子 长月静明和长相思相继开播 尽管在演技方面 他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但许多注意到他的观众 已经将其列入代曝小声之一了 尤其是长相思播出之后 因为合作的女演员 时常常能将合作男主带火的杨子 就更使得邓维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而且该剧的男主角张婉逸 也因颜值 人设等原因 热度始终不及邓维 再度陷入滤镜中的粉丝们 又想起去年邓维被于正内涵的事 便跑去对方的社交平台留言 要求对方道歉 前两天 于正出面发小作文回应了 他依旧选择运钢 演员吃到红利是他个人的福报 可喜可贺 但角色塑造成功 就代表人品一定好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过 这番回应也引起两波完全不同的评论 有人认为于正欺负新人演员 也有人认为他在变相例证 邓维人品有问题 但事实上 关于邓维的人品问题 除了之前的机场事件 以及上个月底的公共场合 夕烟乱扔烟头之外 目前还没有别的佐证 如今观众想要了解其真正的人品 可能只能靠时间检验了 而且在长相似的合作对象杨子 则在采访中夸诞邓维双伤很高 他和时期有点相似 因为他双伤比较高 目前 邓维已经进组新剧云秀寻了 和李一同 曾顺息搭档 他饰演的同样是男二号 名叫查寿寻 原著中是外表俊美 内心很毒 惯用阴谋的妖孽美男 目前看定妆照 还是很惊艳的 区别于之前邓维演的所有古装形象 也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因此成为该剧录透照中热度最高的存在 其实扒了一圈看下来 新人邓维如果按照自己的规划 一步步脚踏实地走下去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作为公众人物 他应该更加谨言慎行 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演技和开拓戏路上 未来才能无限可期 感谢观看